提起杨迪,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从一个不起眼从业人员 到现在各大综艺的常驻嘉宾 杨迪凭借幽默直爽的性格 圈粉无数 尤其是擅长斗包袱 成为多个节目的红人 因为在王牌对王牌中 游戏环节表现突出 被贾林扣锅说他偷提 不过也侧面证明了 杨迪玩游戏是真的强 但当他碰见周深 这个人设就有点坐不住了 在青春环游记中 杨迪可以说是遇到了劲敌 在猜歌环节 周深总是先踏一步猜出答案 两人甚至能为一首歌打打出手 周深在这一环节更胜一筹 于是杨迪顺势拉周深下水 我偷的题都给周深了 这话一说更是把综艺效果拉满 所以每当到了猜歌环节 周深和杨迪总要较量一番 但好像总是周深略胜一筹 虽然周深在猜歌方面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在猜人环节是真的有点力不从心呀 可能平时都跟音乐打交道 各个歌手们都能脱口而出 怎么到了演员上就惨遭滑铁炉了呢 在任人环节中 节目组连续放出李沁 张欣逸 张雨琪等照片 但周深一个都没有认出来 简直羞愧的抬不起头 杨迪这时还不忘吐槽 周深你平时是只关注我的节目吗 但杨迪也为周深圆了场 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 终于知道我微博关注一千多人有道理了 没问了没问了 周深你没认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的问题 你眼睛不太好 最近得了一身眼疾 随后周深在微博中卑微道歉 本以为对于周深是得罪人的环节 终于结束 但谁知节目组并没有因此放过周深 又进行了一次任人游戏 节目组放出万千的照片 周深没开二度 又得罪了一位女明星 随后周深说 为什么别人的我都能打得出来啊 杨迪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吐槽机会呢 为什么别人的我都打得出啊 万千我们也打得出 你干嘛把万千作为冷门忍住啊 杨迪够了 够了 这样的互对真是百看不厌 虽然他们经常相爱相杀 但他们的关系也是真的铁 默契更是没话说 节目组给他们准备了一道 考验春游家族彼此默契的游戏 要求春游家族在各自的答题板上 写出周深的原名 并规定游戏仅有四人答对才算过关 范澄澄甲铃朗朗接连答对 杨迪为了保险起见故意答错 用的答案是周浅 这并不是最让人感到惊讶的 直到最后周深的答题板揭晓时 才让观众懂了什么叫真正的默契 周深的答题板上 也是和杨迪一样写着周浅 这的确是连春游家族 都完全没有猜测到的 看到结果的周深和杨迪两人 也是被这强大的默契震惊到了 怪不得两人经常在节目中戏称是双胞胎兄弟的 看来不只是性格合得来 两人的脑回路也是一样的 在一次节目上说到自己最大的劲敌是谁的时候 出乎意料的是杨迪的回答不是喜剧人 而是周深 原来杨迪自认是猜歌曲库 却没想到遇到了周深 但同时杨迪也最想和周深一起拍摄视频 因为两人十分有化学反应 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周深嘛我肯定想要邀请周深 我跟周深反正就是应该 本身我们俩就在一起就是火花四色 火花四色就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俩如果专门去 Vlog的方式去做个什么事应该还挺有意思 就在前几日 青春黄游季三 官宣了嘉宾阵容 但是却少了周深和朗朗 不少网友都惋惜到 看不到双胞胎兄弟相爱相杀了 的确两人在一起十分的有化学反应 希望两人能迅速给大家安排上下一档综艺 应该有不少人期待两人的合作吧 你期待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能不能好好练练歌 能不能好好练练歌